另外在台中的一部分 這個年代六都選舉 已經沒有到五個月的習慣 國民黨台中市參選人 市長參選人 黑志強在栽域 他在台中市的東部 宣布說要來新立金鑽的辦公室 也提出自己建設的政見 接著說他現在自己的民調 這次都市民進黨的市長的參選人 林家隆五百% 黑志強表示說這是印象的分數 他現在拿出來的建設的政見 不是委員的選舉 委員的市民 提出了競選的識別標示 國民黨台中市長參選人 黑志強選播成立競選辦公室 一條一條基礎市長 以來所完成的政見 也用所持來反駁外界的批評 台中官是下邊後 經費和建設有差別 當時也提出了台中官区 大台中環山路網的建設 另外還能接到大家後裏的 山海山 鐵路環山 以批評民進黨林家隆 鐵路 三首線的環山 鐵路環山 是沒有實際 最近偶爾會聽到一些爭議 說要學日本東京做三首線 我們在三年以前就開始進行規劃 山海線做好 我們就有一個環城鐵路 我覺得選情現在並不低迷 我也不是為何選情低迷不低迷而提政見 對民調的支持度 民進黨的林家隆 領先到蚵子宮八百分點 林家隆表示說神聖樂觀 當時也就對出蚵子宮 過去建設政經來跳票 選情又再來開大支票 他的這些政見 哪些實現哪些跳票 應該先對市民做個說明 大台中三首線的這一個環狀 這個捷運的一個計畫時候 還被他批的一文不值 那麼十年後他拿我十年前的陣線 拿來作為他最重要的訴求 其實年底六都選舉不到五個月 國民黨的蚵子宮 生立競選辦公室這天 民進黨林家隆也跟青年來對談 當時也跟大台中 整個館庫的基站 跟他們接觸的熟悉度 現在同學報導 總之一